这匹母马被身上600多斤重的沙袋压垮 直接在路上侧翻 主人却毫不留情 操起细细的藤条 就对母马暴力抽打 但没想到 任凭主人如何暴打母马 这匹母马都不为所动 这个场景发生在印度 从现场可以看到 这是在景区的一条路上 此时周围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多 看到这匹母马倒地后 都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 原来这个景区修建在山上 因为周围都是盘山路 所以交通不便 人们上下山只能通过这条唯一的山路不行 此时山顶的景区又在扩建 所以急需杀石水泥 但要是靠着人力往山上搬运的话 不仅成本高 而且运输效率低下 每次只能搬运几十斤物资 于是 公投三个就从旁边的村镇里 找来了几户养着罗马的村民 让村民们牵着这些牲畜 替代人力 为景区搬运建筑材料 讲好价钱是50卢比一趟 但是公投为了节省开支 让往返的罗马频繁超重运输 本身驮三四百斤的水泥沙子 已经到了罗马的承重极限 但是包公投却强硬要求 将罗马驮运的重物提高到600斤 尽管主人是100个不愿意 但是包公投却甩下一句 能干就干 不能干就滚 直接扭头走人 农民没办法 还要养活家里 就只能硬着头皮接下这桩生意 可是接连超额运送了一上午 罗子和马皮的体力都已经透支 想要休息一会下午再搞 但包公投却死活不答应 母马驮600斤沙带累到侧翻 主人却直接上藤条报答 结果遭到路人的指责和谩骂 在接连几趟超额运输下 沉重的沙石水泥将母马给压垮了 精疲力竭的母马扛着沙带 走到了半山腰 重心不稳 直接被沙带压到侧翻 此时母马的鼻孔呼吱呼吱喘着粗气 明显是累坏了 但如果耽误了工期 公投指定会克扣工资 搞不好今天一天的工资都拿不上了 马主人非常着急 这点工资可是家里人的口粮 只能操着长长的藤条杆 暴力抽打母马 母马每来一下打 身体就会抽动一下 从马主人卖力的鞭打和母马的反应来看 这通鞭打明显力度不轻 但就连主人也没想到 今天的暴打并没有让母马重新站起身来 母马依旧躺在原地 就在母马主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后边紧跟上来的骡子也不堪重负 静止摔倒在地 同样在这匹骡子的身上 也看到了数百斤重物 沙袋等乱七八糟的东西 在骡子的身上几乎堆成了小山 骡子的主人没有顾虑 也掏出了藤条 狠狠抽打在骡子身上 骡子被打疼了 几次挣扎着想要起身 但是都以失败告终 此时周围围观的游人越来越多 他们都看不惯这种虐待动物的手段 开始轮番指责 起了马主人和骡子的主人 两人被说得羞愧地低下了头 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转身 将骡子身上的重物一件件卸下 母马驼运六百斤沙袋水泥被压翻 主人不知好歹 还以为是母马偷懒 提起藤条就打 没想到主人的暴打这一次并未起到作用 反而还遭到周围围观人群的振振指责 马主人无奈 他知道如果不把母马背上的重物挪下来的话 母马可能没办法站起来了 想到这里 主人只能放下藤条 自己动手将母马背上的沙袋水泥等建筑材料 全部手动搬了下来 东西搬干净之后 母马瞬间发力 直接一扭身体粘了起来 身后牵着骡子的主人看到这一幕 也赶紧为自己的骡子卸货 帮助骡子重新站起来 之后才又将这些材料分批安置到母马和骡子的背上 不过 这一次 他们再也不敢将六百多斤的重物一股脑堆在罗马的背上 决定把这些货物分两次运送 如果再让罗马超负荷运送的话 那可能景区的扩建工作还没有结束 自己家的罗马就要被活活累死了 民间的一些人总是认为 牲畜趴窝就是欠打 只要皮鞭子抽得啪啪响 那罗马就肯定能鼓足干尽继续干 总之 罗马就是欠打 但事实上 虽然罗马的力气比人要大出不少 但也是自然生物 如果人类要求罗马干的事情 超出了他们自身的负荷极限 那就算再抽再打 也只能无功而返 如果这些罗马受精踢伤主人 那就更加得不偿失了